中马友谊远远流长 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 六次驻截马游甲 带去和平和友谊 在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上 架起了中马友好交流的桥梁 今年是中马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十周年 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 双边关系处于新的历史起点 希望双方以此为指引 当举目张 统筹推进好下阶段 双边关系发展和各领域的合作 为两国和本地区的繁荣发展 注入新动力 双边关系 双边关系 我感到很高興我會在這裏 你會知道你個人有很大的尊敬 由最多的 Malaysians 作為一個人 不僅僅在歷史上的歷史上 但卻給你一個新的希望 向世界和人類 與你的意見 從來越來越來越多 这应该是介绍我的介绍 为展示如何我们仅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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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仅